人民全新 反抗獨裁 我希望大家一起團結起來 反抗獨裁的政府 連比用選票迎接我們未來民主政治 完完全全的 把國家的權力 私有化 我們曉得任何一個民主的國家 絕對 會讓在野黨 有免除 壓迫 暴力迫害的這個權力 可是今天民進黨 他所作所為 就是完全的 運用公權力 在壓迫迫害這個 在野黨 我們也可以看到 今天被壓迫的 不只是國民黨 今天被壓迫的是整個我們的民主法制 是被壓迫的是我們的民主程序 被壓迫的是我們的民主價值 所以我在這邊我們再舉個例子 我們看得很清楚 台北市勞工局 早就已經判定了 說 國民黨的這些黨工的薪水 是他們勞工的這個薪水 不能夠被凍結的 可是今天黨產會 卻把這些都凍結了 然後讓我們的黨部 現在借貸度日 來發援工的薪水 丁手中 如果當台北市的市長 絕對執行我們勞工局做成的決議 對這種違法 侵犯我們勞工權益的 他的薪水權益的 這個黨產會 馬上予以查封 這是丁手中 向大家的宣誓 一定會做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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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产条例一通过以后 国民党的财产全部 按照条例会直接就推定 为什么 不当的党产 但是呢 推定了不当党产以后呢 就是所有的财产全部不准卖了 全部不准动了 怎么有可能国民党现在 还有可能再卖财产 甚至连我们有一些地方 党部因为人力说 简单关系不需要用了 要把财产要送给当地的乡村公所 要送给人家都要报党产会同意 国民党哪有可能说 这时候把财产统统统卖掉 国民党要自行死路吗 国民党要自杀吗 24号 党产会跟行政执行署 也要求避震机关 查封了我们制度 他们自己说 贴不贴封条 不影响法律效用 所以避震机关完成了查封的网上的动作之后 就是法律生效了 如果真是这样 为什么在今天 跑又突袭 无预警 完全没有通知 带了将近五十名的警力 冲进去查 添这个封条 这个动作 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为了感激效 求表现吗 是为了跟 民进党的立委 时代印象的立委 做交代吗 在一个民主社会 在一个法治国家 有出现这样子带着警察 无预警的冲进去 人民的财产之中 还没有开脉之前 他仍然是人民的财产 做这样子的动作 难道党产会 行政执行署 不需要给我们交代吗 谢谢大家 这是在两里 value 当时的 市场里有使用权 地上 就是冲博 冲博 冲博 反地的 不是 对 不是 地下 当然